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自己助纣虐的很多 第三是风水 风水影响不平安的很多 现在医院一家一家的盖都不够用 现在的房子越盖越多 骑行怪障的房子越来越多 当然居住者就越不平安的越多 所以这一点都是我们建设设计单位忽略 建设公司要负起这个因果率的责任 设计者建筑师更要负起因果率的责任 不要以为说我不相信 不相信是你的事 但是居住者就平安 因果率跟你息息相关 所以一些建筑设计者 我常常跟他们提醒 曾经一位先生 他说他是建筑师 我说你都乱设计 那我就到他家里 一个云年到他家里 我说第一 你的肝病来了 他说为什么肝病 就是你的灶台 对着自己的墙角 刚好在东方 就有如这样 他这里设计 他做什么 他造位在这边 在这里组 墙角 刚好在东方 卯木 属肝 病 自己的设计师 以为这是很 很有创意 结果 东方是长男 他是长男 这样一脚一冲 伤到自己 我去问他看 活该 你说风水不重要 这个风水 你们设计者要注意 那问他怎么办 你改过来嘛 把灶位改过来就好嘛 在这边组嘛 要过来了 经过了几个月后 再去检查 肝病 全部健康 所以 灶台不可冲墙角 要算被痛以外 看方位 方位东方 伤肝 北方伤肾 南方伤眼睛 西方 来冲 伤肢气管 这个 都是寥寥分明 伤 到了病 你要怎么要 吃也都没有用 尤其你 若是在西边 墙角来冲 你的声音 哑口无言 这个例子 我印证太多了啦 所以我在这里 提醒各位设计师们 你们要注意 一定要做好事 选好事 功德无量啊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